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收看《万步人生路》 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 芷珊 在这个节目内 我会邀请不同的执业婚姻与家庭治疗师 和次排临床心理学家作为嘉宾 和大家分享有关心理健康家庭和亲子的课题 今集我们的嘉宾是何嘉然女士 何嘉然女士是一位加州持牌的婚姻与家庭治疗师 然职于一个社区心理辅导机构 担任主管 亦在网上私人执业 服务层面涵盖幽灵儿童 青少年以及成年人 Lessie 不如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所有生命的诞生 都是神的恩典 是值得感恩和开心的事 在结婚之后 最后有多少个小朋友呢 虽然说是因人而异 但是要做决定 其实都挺难的 生一个 又会怕他太寂寞 生两个 甚至三个 又会搞到家畜屋弊 那怎样才好呢 其实我们华人文化上是属于群体生活的社群 中国人也比较喜欢热闹 近年越来越多华人移民国外 移民之前 亲朋戚友都在身边 整天都可以见面 移民之后 特别是第一代移民 要重新建立社会圈子 有很多在国外落地生根 但同时又很担心下一代没有亲朋的照顾 所以都会考虑生多个 将来有个照影 嗯 每个人的性格都很不同 那出生的先后又会不会影响到 兄弟姊妹的性格呢 其实在家庭心理学真的有研究过 家庭排序的Sibling Position 发现兄弟姊妹里排行位置 是会影响一个人的成长经验 和个性发展 这么有趣的 不知道是好啊 一个坏的影响呢 每个位置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 老大在家就担任领导 所以是比较有责任感的 但就可能比较偏执 欠缺弹性 排行中间的话就容易被忽略 喜欢赞权 但就比较独立 有好的社交技巧 最小的受到的照顾自然比较多了 有时就会少了主见 自我中心 但有冒险的精神禁于创生 出世的先后次序不是由我们决定 那它又如何决定我们的性格呢 其实近年的研究发现后天父母的教育 文化的影响比先天的出世顺序 对人的性格代人处适有更大的影响 所以先天顺序只是一个参考 我们都知道十只手指都有长短 兄弟姊妹喊杀一下就很平常的事 作为父母或者家人 我们又如何才能帮助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呢 Sibling rivalry 兄弟姊妹的竞争是很正常的 小时候我们需要依赖父母的照顾 兄弟姊妹竞争的原因 可能包括了争取父母的注意力 欠缺社交能力 觉得规矩不公平 或者个人的性格 或者是父母的教育模式 和家庭环境的影响 家人都是一样 在家里如果兄弟姊妹之间有争执 做父母的又应该如何去处理呢 兄弟姊妹之间的争吵 其实只是其中一个表面看到的情况 很多时是反映小朋友情绪的困扰 不懂得和人相处 父母由家里开始教小朋友 培养兄弟姊妹之间的感情 对他们大过座之后 心理的发展和社交的能力 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是啊,我也听过身边很多朋友这么说 他说,小小的时候 他们的兄弟姊妹之间 有良好的密切的关系 所以大过了之后 万一遇到困难 都会寻求彼此之间那种的支持和建议 就算没有困难也好 他们之间的联络 亦都是成为心灵上的后盾 相反有些在小时候 因为兄弟姊妹关系不好 大过了之后 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会比较疏离 Sibling bonding 即是兄弟姊妹之间的联系 或者我们说的手足之情 当兄弟姊妹之间的bonding越密切 对于小朋友心理的发展是有非常正面的帮助 根据心理研究 当兄弟姊妹之间的关系不好 小朋友就会比较容易焦虑 忧愚忧 然后恶声循环 当情绪不好 兄弟姊妹就吵架吵得更多 真是家吵屋币了 既然兄弟姊妹之间感情 和一个人的心理发展有这么密切的关系 那做父母的又应该怎么做呢? 父母当然是从教育子女方面着手 自小就培养他们加强兄弟姊妹之间的感情和联系 从而令到他们身心灵的发展更加健康 既然培养兄弟姊妹之间的手足之情是这么重要 那你对家长又有什么建议呢? 好的,我建立为八个建议 这些建议是针对年纪比较接近的兄弟姊妹 当然某些建议都可以应用在 年纪相差比较大的兄弟姊妹当中 真的好心急想知道 好的,让我逐一跟大家分享 首先第一点 记住每个人在家都扮演不同的角色 我们要给兄弟姊妹扮演他们自己的角色 我们想象家庭系统是好像一个三角形 顶端是父母,下面就是兄弟姊妹 父母如果不小心将哥哥姊姊变成父母的角色 应名就称之为parentified 当哥哥姐姐扮演了父母的角色 会产生家庭规矩、角色的混淆 也会疏离兄弟姊妹之间的感情 Leslie,可否举个例来听听? 当然可以 例如,父母要哥哥负责确定 究竟弟弟是否完成功课? 弟弟不完成作业,哥哥便会被父母教训 那哥哥又会教训弟弟 那弟弟可能就不想听哥哥说 甚至说你有什么资格管我? 当弟弟在学校被同学欺负 他回到家就不会寻求哥哥的帮助 因为弟弟觉得哥哥会罚我、骂我 嗯,其实做哥哥的也不好受 所谓不在其位就不施其职 你认为做哥哥的应该怎么做才对呢? 而做父母的又应该怎么教呢? 哥哥和姐姐有很多时候都是没有食权的 因为哥哥、姐姐自己都要遵守规矩 用同一个例子做比喻 父母其实可以引导弟弟 去请教哥哥学习上面的问题 也可以叫哥哥做一个学习上面的好榜样 还有监师问一下弟弟 需不需要帮手功课? 那哥哥就不会觉得有眼力 但只有一份做哥哥的自豪和责任感 去做好自己也照顾弟弟 而弟弟又可以学习哥哥这个好榜样 还有觉得哥哥关心他 而家里的规矩、教育子女的责任 教训给父母 父母才是检查功课、负责上罚哥哥 明白 那第二点又是什么呢? 第二点 每个小朋友都是独立特别 很多父母都告诉小朋友 我对你们的爱是一样的 但实际上父母都是人 我们可能因为子女的性格、气质而有所偏爱 Leslie 曾经有朋友跟我这样说 她说我偷偷地告诉你 她知道,其实我比较疼其中一个 身为朋友 我不用她说 一眼就看得出 其实小朋友很聪明 他们都可以观察到父母的偏心 但无论如何 做朋友的 千万不要画公仔画出场 否则就伤害了小朋友的弱绍心灵 这个真的是很好的提醒 作为爱人 我们是不应该多事的 偏爱就不等于偏心 父母很难做到对每个小朋友都一样 但父母就可以告诉小朋友 你们每一个都是特别的 有一个妈妈就和三个女儿说 我对你们的爱是一样的 但女女不是很满意妈妈的答案 亦都质疑 妈妈你是否说大话 那各位妈妈就换了一个方式 告诉每一个女儿知道 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可以代替你 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任何一个人 和你的思想、感受、做法一样 是没有的 我真的很幸运有你这个女女 这个妈妈真的很聪明 既大方又得体 我们从和小朋友相处当中 可以让她们知道她们是特别的 比如我们可以告诉她们 她们各自的优点 其实做妈妈这个 可以和一个大女儿这样说 妈妈真的很欣赏你 在人家跌倒的时候 把她扶起来 又可以和一个小女儿这样说 妈妈真的很谢谢你 能够主动来帮我抹桌 没错 正正是每个小朋友都不一样 所以第三点就是 不要把小朋友做比较 真是千万不要这样做 经常都听到一些父母 把自己的子女 和其他人的子女比较 说真的 没有人会喜欢听到自己不够人的 尤其是自己这么亲的兄弟姐妹 就算她们之间的关系有多好 也会因为互相比较而变坏 比较会增加兄弟姐妹之间竞争的心态 希望父母能够反面思考 为什么要比较你的子女 可能一开始 她希望子女去学习对方的优点 增加成功的机会 但当你用比较的说话 往往很多时 是打击子女的自信心 不是令她更好 而是令她觉得不够好 更负面影响和家人之间的关系 那父母应该怎么做才对呢? 我们是不需要踩下自己的小朋友 去令另外一个小朋友成功的 相反 我们可以试用赞美 帮助小朋友观察 什么行为 会得到父母的肯定 当然 都要作出适当鼓励 发掘其他优点 例如 我想弟弟成绩好像姐姐那么好 我不会和弟弟说 你看一下 姐姐成绩就多好 来些成绩就差了 我应该看弟弟面前赞姐姐 你的成绩很好 妈妈真是为你感到骄傲了 同时不要忘记和弟弟说 加油 妈妈相信你一定做得好 弟弟 你一切模型很厉害 教一下妈妈 这点真是非常重要 所谓人比人比死人 每一个小朋友都有他独特之处 都应该有同等的看待才对 好 一说你就明白 嗯 今集我们都说了很多 不如等下一集 再请教Leslie 在节目结束之前 我想引用《旧约圣经》 诗篇第一百三十三篇的经文 作为彼此的勉励和提醒 各位观众我们下次再见 资浩 那一点 bord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